台湾新一代战机的最新动态 无疑在军事领域掀起了波兰 其研发进度之迅猛 远超外界预期 预计一年之内便可揭开神秘面纱 正式与大家见面 届时通过一场盛大的秘密仪式 这款战机将正式迈入激动人心的是非阶段 尽管战斗机制造的工程量相对于潜艇稍险有限 但我们依然预见到 其是非过程将是一场严谨而漫长的筹备与测试之旅 预计耗时一年半载 近日 花莲上空的暴音事件更是引起了广泛关注 似乎为台湾科学研究院 在战斗机研发领域的雄厚实力在天佐证 关于这款战机是否为四五代机 而非五代机的猜测 虽然众说纷纭 但无疑展现了台湾科学研究院 在战机研发领域的广泛射列与深厚底蕴 据可靠消息透露 这款台湾新一代战机将采用先进的内置弹舱设计 其弹药携带量将大幅超越现役战机 为作战提供的更多可能性 它不仅将搭载增程型 天舰二型和改进版的天舰一型导弹 还能根据任务需求 携带雄二反舰飞弹和增程型反舰弹 火力输出能力强大无比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战机还具备卓越的隐身能力 并配备了台湾自主研发的 背伞维达和主动电子战系统 使其在战场上能够更有效地 规避敌方维达探测并实施电子干扰 从而极大的增强了生存能力 然而 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 在引擎等关键技术方面 台湾航空工业仍需持续努力 力求突破 回顾公开资料 我们不难发现 台湾新一代战机在结构设计和风洞试验等方面 已取得了显著成果 为后续研发工作奠定了监视基础 在最近的一次F16维修中心成果发布会上 汉翔公司展示了包括台湾科学研究院 汉翔等公司在内的军事研发成果 其中新一代战机的外观设计和细节规划 已完成高达70%的进度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战机将扩大自主制造系统的范围 涵盖起落架 AESA 雷达飞控系统 主动电子战系统 光电跟踪系统 和内置弹舱等关键部件 这一举措 无疑将即大提升台湾本土航空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对于建设一支强大军队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我们必须正是一个现实 买来的东西始终只是买来的 核心技术难以轻易获得 因此在关键技术上 我们可能仍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以驮江舰和塔江舰为例 尽管外界对它们寄予厚望 称之为航母杀手 但它们的真实作战用途和性能 仍需在实际应用中进一步验证 面对复杂的海空一体化作战体系 塔江舰在寻找偷袭机会时 可能会面临诸多挑战 而性能先进的舰载直升机 或板前直升机 则可能对其构成严重危险 此外 塔江舰在舰体浮力和雷达系统等方面 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这些都是未来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关键点 不久前 台湾空军台湾研究院 携手汉象公司组成的0305项目小组 踏上了前往美国和英国的考察之旅 它们此行肩负着为下一代战机 精心挑选顶尖0部件的重任 经过深思熟虑 项目小组决定采用英国马丁贝克公司的优质弹射作业 而在航天系统方面 初步选定美国哈利斯公司的产品 并同时积极与英国航天系统公司 探讨潜在的供应合作 至于驾驶舱主义表 显示器装备 以及基载有原相控阵雷达等核心部件 目前正进行细致的评估和选择 得益于台湾在伊地金国号和永银高效机等机型 研制上积累的丰富经验 新一代战机研发项目 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避免了从零开始的困境 这不仅大幅缩短了研发周期 更确保了项目的技术成熟度和可靠性 ADF战机的研发计划 充分借鉴了海军潜艇项目的成功模式 整个项目被科学的划分为三个阶段 先是细致规划和设计阶段 确保战机性能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接着是精心建造手架原型机 为后续试飞和测试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最后通过严格的试飞和测试 确保战机在实际作战环境中表现出色 在战机研发过程中 整体设计和引擎研发 无疑是两大核心环节 为了保障项目的顺利进行 科学院有挑重担 担当其主合同商的角色 而汉祥公司则作为自合同商 与科学院携手共进 共同为项目的成功贡献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 引擎研发是项目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 一款先进的战机引擎的研制 往往需要长达10至20年的不限努力 涉及众多尖端技术和复杂工艺 因此台湾在引擎研发方面 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资源 力求打造出 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动力系统 过去台湾曾采用 美国授权的盖瑞特T-1042引擎 用于IDF战机 但该引擎的推力相对较小 主要适用于高级教练机 为了提升战机性能 台湾曾计划在 PF-1042引擎的基础上 进行改进 研发出推力更大的双引擎战机 然而 由于近年来 台湾在海空军事力量提升方面的 预算压力增大 引擎研发项目不得不暂时搁置 为了尽快推进新一代战机的研发进程 台湾空军决定 将引擎项目推迟至2023年实施 从明年开始 台湾将逐步增加科研预算 为原型机的设计规划阶段 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预计引擎部分的预算 将达到88亿元新台币 整个项目有望在2024年完成 此外 台湾还在积极探讨 外购引擎的可能性 经过评估 现有的支女星计划 似乎尚未达到所需的高推力水平 因此 台湾空军下一代战机 将采用双引擎设计 并具备隐身能力 以确保战机在战场上 具备强大的竞争力和生存能力 为了弥补自研引擎技术的不足 台湾方面已正式向美国提出采购 F414涡轮风扇引擎的意向 这款引擎 作为F404的升级版 最大推力高达10吨 专为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机量身打造 其卓越性能和可靠性 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赞誉 不仅如此 F414引擎还广泛应用于 包括美国EA18G咆哮者 瑞典的TAF39E 印度的LCA光辉以及韩国的KF21战机等 多国先进战机之上 充分证明了其出色的适应性和可靠性 同时 由于汉祥公司与英国劳斯莱斯公司 在劳斯莱斯商务机引擎核心零部件制造方面的深入合作 以及IDS原型件主机部分采用的劳斯莱斯设备 英国劳斯莱斯的引擎 也成为了台湾空军下一代主力战机的有力备选 鉴于美国在F35战机研发中的丰富经验 台湾方面可能会优先考虑 研发具备隐身能力的战机 并逐步向具备垂直起降能力的战机迈进 通过外购F414引擎 台湾能够节省大量研发和设计时间 从而更加专注于战机设计和飞控软件的研发 此举不仅为台湾在F414引擎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具备短场垂直起降能力的战机提供了可能 也为战机航电系统等设备的整合创造了更多机遇 在战机航电系统等设备整合方面 台湾更倾向于选择美国L3 Harris公司 双方在台湾康定级军舰的通信和轮控项目中 已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 而L3 Harris公司也参与了 IDS原型舰内部各系统之间的系号整合工作 这种默契的合作 无疑将促进研发工作的顺利进行 然而在声纳系统选择上 台湾面临了一个挑战 英国雷神公司提出的数字声纳系统 虽然性能卓越但价格昂贵 而在与Harris公司合作后 雷神公司虽然降低了价格 但系统的功能也相应减弱 面对这一抉择 台湾方面必须权衡性能和成本之间的平衡 原计划ADF新一代战机 将在2029年生产9架原型机 已进行各项评测 但鉴于当前形势的严峻性 这一计划已提前至2026年 并计划生产6架原型机 空军303计划项目小组 已启动首架原型机的设计工作 并计划通过快速迭代和严格测试 来加速战机的研发进程 在原型机的最终建造数量上 台湾军方科学研究院与汉象公司 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采用与自主潜艇建造计划相似的方式 即首先建造一架原型机 进行试飞和测试 这一决策旨在通过实际飞行测试 来验证战机的性能和可靠性 并为后续批量生产 提供宝贵的数据支持 展望未来 这款战机有望全面取代 IDF经过号和幻想2000等主力战机 成为台湾空军的新锐力量 专家们普遍认为 台湾在永鹰高校机的研发中 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战机研发经验 因此研制轻型隐身战机的几率非常高 尽管永鹰高校机的自主研发率 仅有55% 但台湾在电子零部件 和软件系统整合方面的实力不容小觑 面对新一代战机所需的雷达隐身设计 短场垂直起降能力 以及视觉外攻击能力等挑战 台湾科学研究院和汉祥公司 将携手应对 展现出强大的整合能力 如预研发难题 如关键零部件和系统整合等问题 台湾也将积极寻求授权生产或技术转让 以确保战机项目的顺利进行和成功量产 在台湾的航空工业中 随着永鹰高校机研发经验的积累 以及材料科学和计算机辅助技术的飞速发展 自主研发隐身战机的前景愈发明朗 尽管台湾曾措施与美国共同研发F35的机会 但如今 自主创新的道路正为台湾带来新的机遇 更值得一提的是 依据美台军售的默契 一旦台湾能够自主制造出同类产品 美国往往会放行军售 此前 台湾自主研发的IDF金国号战机 便是推动美国同意出售F16战机的重要因素 若台湾能成功研发下一代战机 那么 争取美国F35战机的机会 无疑将大幅跃升 隐身战机的崛起 无疑为现代空中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 F22作为古代战机的杰出代表 其隐身设计 内置弹舱 矢量喷嘴 电子扫描雷达 以及市区外作战能力等要素 均成为了现代战机的标杆 然而 古代战机的高昂成本 即便是经济强国美国 也难以长期承担 F22造价惊人 而原本计划大规模生产 并出售给盟友的F35 其造价也已超过1亿美元 给参与联合打击战机计划的国家 带来了沉重负担 F22和F35之所以价格昂贵 主要是因为他们集成了众多尖端技术 使得成本居高不下 在五代战机高昂的成本面前 各国空军不得不面临两种选择 一种策略是 在保持五代机隐身外形的基础上 根据本国空军的作战需求和预算 选择性地采用五代战机的先进技术 而非追求于F35的全面匹敌 这种策略的优势在于 既能够迅速装备先进战机 又为未来技术成熟 和经济实惠时的升级 预留了空间 同时 这也为战机研发和升级 积累了宝贵经验 有助于提升航空工业的整体水平 毕竟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像美国那样 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另一种策略则是 对现役的四代机进行升级 使其达到四代半水平 这种策略 通过利用五代隐身战机的发展成果 对现役主力战机进行技术升级 以快速提升作战能力 它的优势在于节省成本 进展迅速 且无需大规模改动原有机体设计 即可安装使用五代战机的新技术 如隐身涂层 头盔瞄准器 高偏轴短程红外线导弹 空对空飞弹 和电子扫描雷达等 这种策略 使现役战机得以继续发挥战斗效能 就连美国自己也在采用 继续采购升级版的F-15EX和F-16V-3 甚至考虑重新采购之前放弃的升级版F-16战机 台湾也在进行类似的项目 如现役F-16的升级计划 旨在增强其隐身性 远程侦察和视距外作战能力 然而 这种策略也存在明显短板 一方面 未来升级空间有限 另一方面 难以积累先进技术 这更像是一种离时性的应急措施 而非长远发展的最佳选择 例如 经过重型化改进的IDF战机 虽然强化了视距外作战能力 并配备了电子扫描雷达 和先进的中程空对空导弹 但在面对更为先进的五代机时 其优势仍显不足 若台湾未来能成功引进F35战机 或许能暂时缓解这一困境 但美国何时会做出这一决定 目前仍是未知数 因此 台湾空军似乎只能将自主研发先进战机 作为提升空军力量的主要途径 勇往之前 不断探索和创新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有任何补充 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